水果已经成了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食物 而且营养丰富 但有些水果不是很好吃 却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一 蛋黄果 肉质颜色和蛋黄很相似 含水分很少 口感有点像吃红薯 那种感觉很难说出来 总而言之就是不好吃 一般人对它没有多大好感 二 榴莲 很多人闻到都想吐 说不了那味道的人很远就能闻到那股味道 就像街边的臭豆腐 但价格也挺贵的 有人就非常喜欢吃 三 百香果 这个名字很好听 给人一种很想吃的欲望 但当你尝到之后 你可能会大呼上当 那味酸的跟柠檬似的 但它的营养就是很丰富的 四 牛油果 价格挺贵的 就是不知道有几个人喜欢吃这种牛油果 味道像是吃生白果 还有点青草的味道 这几种水果你都吃过吗 谢谢大家